鄉親我們繼續來看 中華市市香山蕭板最近悉事年年 不然通過新協定嚴格的農產品產銷履歷認證 另外還有五名榜官 加上中華市新郎電視會會員總共人的人 因素勝散的人燕香味和乃滋香味 是在地上全國品質邊感的頭頂中應有 中華市都會市香山蕭板 近日來悉事年年 先來通過嚴格心悉的山蕭立地認證 再來是在全國品質邊感 有個維香榮立場令人密的頭頂中 另外還有一名來自密頭頂中 表現相當優秀 到我們的養蜂班來做產銷履歷 在今年可以說是順利的通過 可以說是在我們館裡可以說是第一類 依這個產銷班的這個維族體序 去申請產銷履歷通過的這個第一例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們今年全國的蜂蜜評鑑 我們的這個養蜂班也是成績非常的好 總共有五個 屬於我們這個龍眼蜜的這個頭頂獎 另外有一個是這個綠枝蜂蜜的頭頂 我們北廣山的營營香蜜是全台灣出名的 這每一年的產值都超過30多 所以品質好 利用更多 所以我們吃農味也好 吃工作也好 都非常重視我們這個蜂蜜的推銷和提供 我們今年特別跟我們共同來合作 就是這對生產履歷的推動 共同來提升我們這個蜂蜜的品質 中華市長臨四幸也特別來標榮這些優秀蜂農 去申未來蜂蜜的產品可以進軍國籍 因為蜜蜂就是一個飛來飛去的動物 所以就是你要 我們就是會想盡辦法避開農藥 所以我們會選擇說我們在我們在地八卦山脈這邊 比較少在噴灑農藥的 減少我們蜜蜂的損傷 然後也提高我們蜜蜂的高品質 所以就是我們彰化地區的蜂蜜 評鑑 每年的評鑑也好 還是說產銷率就是都會通過 我們會檢驗農藥 抗生素 還有說到底是不是真的存蜂蜜 還是有胃糖水的這些都驗得出來 白敏捷總感受基礎 蜂蜜是動物性的都產品 行善過程一直在變動 所以會當通過山蕭立立認證真的真不簡單 也要跟蜜蜜說 我們山蕭班出生的蜂蜜 平致真的有過不正 到中華新聞 中世良 葉鳳吾 中華 柴鳳報道